思昨天最受賣了 我要切划 已經切了 既然講了這個主題 就給它稍微講一方 現在就有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 請問 樹水跟工業到底為什麼 會不會想像不 mayoría 剛剛怎麼有看到幾個例子 例如說,影像壓縮,壓成JPG之後 可以減少20倍的體積 再來呢,你會看到電磁學那邊 有用到很多像什麼 偏圍跟方程發負利液轉換籃之類的這種東西 再來呢,你如果去看土工系他們的過程 你就會發現像力學、結構、有限元素寶 那些東西他們也很注重數學 我們現在已經變成大學了 那各位知道你們接下來學弟的課程跟你們有什麼不一樣 他們最近我們稍微修改的那個課程的規劃 其中有一個最大的不同 是因為我們變成大學人 從前我們叫金門技術學院 那後來怎麼講 金門技術學院是一個學院 所以它底下的系呢 就只有課系就是這樣 一旦你變成一個大學 底下就不能直接只是課系了 中間還要有一層院 所以我們現在這一棟大樓就是工學院 工學院有幾個課系? 我簡直有四個 一種一個 剛好四層樓 四層樓各是哪些東西 食品、電子、土木、土木、土木 他們是用建要改土木 因為我們還有一個建築 建築其實不屬於工學院 建築不是工學院 建築他們注重的是文化和藝術黑塊 所以他們不屬於工學院是正常的 很多建築都不屬於工學院 你可以看到土木他們所用的微積分 然後力學 然後風塵數學 這是他們所需要的數學 那食品那邊呢 生物學那邊其實要發展出來 應該是數學也是有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的明確說 哪一門數學是跟他們最有關的 你知道嗎 你先玩定位吧 那 但是他們會從科學上面再下去 往那邊的數學 那再來呢 電子 電子跟我們非常類似 電子所用的數學 也是 軌跡們 線性代數 然後 離散數學他們應該也有修 然後再來 他們會比較多重視 就是數位訊號處理太快 所以他們就會有工程數學裡面的 像 複變寒數 複裂轉換這些東西還會有 我們 我們線上沒有開過工程Q學 但是各位有修過圍基 那 各位有沒有曾經修過圍基 然後你發現圍基都用在哪裏 好 用在三千個 這麼說 有沒有 你到目前為止有發現圍基的用途嗎 沒有 沒有 不是 不是在生活中嗎 還是在 好 在不管後面的課程 或是 程式 程式裡面 對 有用到嗎 對 數值會用到圍基的 數值分析 數值分析 數值分析是誰 還沒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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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 那 你知道數值分析是怎樣 數值分析 還沒確定 那個 哪一位老師叫 我給你一個建議 魏老師之前會叫同學用私藝人選出職人系 有喔 還有多少 那 但是我的建議是 這樣不會是你 所以呢 給魏老師一個建議是 可以用高級一點的東西 像我吃這些機耳朵 在素質的系上面 另外一個比較適當的軟體 但是我不建議它用美麗 用Active 那 OCTME 這個軟體你拿來學術職專系 你會如意調整 但是如果你用私藝人 會痛苦看 往這裏 所以 當定門課的時候 你用軟體選擇很重要 那我們這幾年學這個R 我覺得是很不錯 那之前魏老師我記得他教上一屆的同學跟我講 他教同學的時候 他也是用 C 用到底 但是對於他來講 可以 但是對你們來講 我覺得是很困難 會造成一個人的戰略 所以 好了 可以 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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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的一下 前程式的時候可以解一下 OK喔 我怕你們會吃得很慘 你先上 沒有 上完就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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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魏老師的課就告訴你 好像沒有 所以你們應該一開始就要先提醒一下 那這對魏老師來講還是比較累 但是對你們來講是應該會比較好累 好 那你會看到很多層次都背後都有數學 阿提名背後的數學是什麼 所以MANLAB背後的數學是什麼 MANLAB這整套軟體其實是根據一個數學設計出來的 什麼呢 你們學過了限定代數 整個MANLAB架落在限定代數上面 跟限定代數的理論全部綁在一起 你真的學了MANLAB或學了阿提的時候 你才知道說 原來 可以這樣玩 但是我其實還蠻建議的就是說 如果不要用MANLAB就用R R這套軟體的矩陣也蠻強 所以它也可以做幾乎所有 心境代數的當中要做哪些事情 但是它在統計更強 所以你會看到它層次的背後 其實網網可能會有一堆數學 甚至有一個語言 層次語言叫做Chrolog 我們現在已經幾乎都找一個聽過 Chrolog的背後的數學是邏輯 就是一個數一國際的數學 那再來呢 R的背後的數學就是階率同階 那C這種東西呢 不太有什麼背後的數學 因為它非常低階 它不是一個高階元 它背後的不是數學 C的背後是什麼 C的背後不是交法 C是所有層次語言 都是用C寫出來 結束是這樣 它的邊緣器都是用C寫出來 最後也是用C寫出來 但是C背後有一個東西 不是數學 C的背後 是電腦的硬體 C在電腦硬體上面有一個強 所以 C的背後沒有什麼太多的數學 但是它沒有指電腦硬體 C也非常適合用來寫作業寫法 和遷入實習 那 另外各位還有幾本課 會用到數學的 那這些課往往在我們心上 通常都不開 為什麼 因為講到數學派在就很大 到最後就 應該就不開了 那 但是呢 我們升文大學的 很多零件單位的意思要求 你要多開數學 不然的話 你的認證不會合得 對 所以 這次開紀律統計 雖然是我的志願 但是一部分是因為 主任的命運提到 沒有 上次是會有資教 那在之前先講到資教 蔣老師 用什麼語言 我就不開錢 但是蔣老師這方面沒有什麼 那蔡老師數學的方便很強 那蔡老師數學的方便很強 用這些軟體來交更微 所以我只會建議 我就會說 你可以知道我 那我養一會要吃一些軟體的建議 我幾乎沒看到它的網 那 所以 很多很多東西 你會發現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跟數學成在一起 那 我覺得其實是有原因 我稍微給各位說明一下 好 什麼原因 為什麼數學跟這些工程的東西 最後位置在一起 好 什麼原因 為什麼數學跟這些工程的東西 最後位置在一起 各位 各位 各位覺得 數學有微積分 有切勁代數 有 統計 有這些 那你不會說數學 當然你也可以說數學就是這些 但這樣 這樣好像有講的 也沒講 對 那 如果你用一句話來代表說數學 那你會怎麼說給它 你會認為哪一句話最能掌握說 好 那我說你這樣定義數學是比較好的 學習什麼的心理 不用在一起 對 用某種 對 來達到 我要的答案 用某種演算的過程 來達到 我們要的答案 這個統計講得比我好 太棒了 欸 統計你的名字 能告訴我一下 做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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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來 有什麼 欸 怎麼會這麼來 有 有 酥脂的味道存在 酥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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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某種 你再講一遍好了 我忘記了 用某種演算的方式 來達到你想要的 太棒了 我一講我都講不出來 我覺得 這個酥脂真的抓得很精準 我講不出來這句話 我其實剛剛問你們 我心裡沒有這麼好的答案 雖然可能有某一些配置的答案 但是沒有這麼好的 某種演算的方式來 得到你想要的答案 各位從小學到現在 你所學的數學 大部分都是這樣 你學成本承發表 但是就是這樣 最後承發表就告訴你一些計算規則 加碼也是 只是加碼比較簡單一點點而已 那這種演算的方式 得到答案的方法 如果我們認為它就是不全化 那工業為什麼會跟這個乘上關係 要避免沒有必要的消耗 避免沒有必要的消耗 避免消耗 避免沒有必要的消耗 還有沒有人有其他答案 除了一點消耗之外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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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對 但是我覺得好像還沒有抓到那個核心 對不對 藉由虛擬的方法 就是把錯的過程去掉 你說藉由虛擬的方法 我可能改個字 藉由抽象的方法 把錯的過程去掉 抽象的方法 你這樣看喔 你在工業上面通常需要人質 你這樣看喔 你在工業上面通常需要人質 有能源 然後你要生產一些東西 對 那接下來呢 你要讓那些東西很動力運作 但是問題是 這個工業裡面呢 在一開始工業的初期 那些東西運作是看不到的 到了現在呢 很多工業的運作 它裡面是看不到的 那當你看不到的 看不到某個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確定那個東西是發生的 而且它是對的 所以說 說什麼 請說 他們說假設 假設 對 假設 欸 這個我覺得蠻難抓到 欸 對那個錄影有沒有幫我開 開一下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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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 我覺得這裡比下面的這些可能更好 對不對 但是這裡還有一個抽象 我覺得這個字 跟這個字 我覺得他們接近了你們想要的東西 各位有這種感覺嗎 抽象跟假設在工程上面似乎是兩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OK 剛有人講到一個叫模擬的喔 但是模擬呢 我覺得很重要 但是我沒有辦法把它歸在工程或是歸在數學裡面 對不對 它好像是界隱之間或者兩個都有的一個東西 還有沒有 我覺得差不多了 你把這個連起來 假設什麼 假設在假設什麼 模擬 如何進行模擬 抽象 到底是什麼意思 然後最後可以歸結到一種點算的方式 有沒有看到它似乎關係出來了 哪裏出來 好 我這邊再給各位一個東西 好 這是我提出來另外一個 我覺得重要的 工程 數學 有關 等 名詞 理論 好 我們怎麼把這個故事串起來 好 工程是你現實生活上面所發生的那些東西 但是問題是 在這個現實生活上所發生的東西 有些呢你可以看到 但是有些呢你是機會性的看到 你不會每天都看到它 那有些呢你甚至看不到 有些常常發生 有些很久才發生一次 有些你可以手動抽出來 有些你要藉由某種方式 你才知道你做的東西有沒有什麼 產生什麼變化 那這時候 工程上面的問題 通常最難的 不是你每天去插件 也不是你 你日常一直在做的那些事情 當你一直在做的那些事情 可以用人工的部分 你就做完啦 問題是 當你想要讓它更有效率的時候 當你看不到你是要做的時候 你怎麼辦 你必須要有一些理論 如果你沒有理論 你怎麼知道101大樓會不會垮下來 如果我不知道101大樓會不會垮下來 我怎麼敢投資蓋101大樓 那我怎麼能夠確定101大樓 在蓋起來的時候還可以 只值得挺住 不會因為它的重力影響 而整個壓法 那我中間的結構強度要設得多強 我所用的文明圖 應該是設施怎麼樣的 很基本 這時候你的助手出來 你如果要照一座橋 譬如說你要做金架大橋 你要做金架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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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知道那個橋 這樣子可以撐得住 你 你有沒有經過某種計算方式 否則潛下去了之後怎麼辦 萬一那個橋成了 那100多億就是 就是丟進海裡 對不對 所以他們土木系的人會做什麼事呢 他們在還沒弄橋之前 其實你知道嗎 我們真的要蓋金架大橋 怎麼沒辦法蓋啊 不過今天那橋我們沒辦法蓋了 我們要請國外專業的團隊來弄耶 他們是先做之前 他要先跑那個有限流試團 去做所有的模擬分析 模擬完他覺得沒有問題 再次確認才去設計圖出來才可以施工的 他整個橋樑到底要怎麼掉 要掉幾根 然後要掉在哪裡 那些東西他都要先計算過 那你說為什麼多掉幾根就好了嘛 掉的密密麻麻的就不會掉下來啊 問題是你多掉的 很多跟那個錢就很多啊 對不對 那 這時候你又看到 喔 我們蓋一個橋都有合理 而且蓋一個橋還需要理論去計算 如果沒有牛頓力學 你怎麼計算這些東西 我毀領土強度夠強嗎 我怎麼知道 OK 那鋼筋要用多出 用出一點嘛 整條橋都用鋼筆的結構做啊 沒有問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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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要抽象 為什麼要抽象 其實有了假設之後 經過某種抽象 就變成了理論 這個理論 用來指導你說 我要怎麼樣實力 做計算 怎麼樣子 開發出一樣的東西 怎麼樣子把那些不可見的事物 進行預測 然後 知道說它會在哪裡出現的時候 你用儀器去測量它 所以 你會看到 從工業革命之後 那個工程的東西 當它越來越抽象的時候 它 需要的 這種點算的方式 就越來越複雜 等級越來越高 發展到像現在 我們要用人工智慧 人使用那個數學 基本上已經不存在 所以我們不是層次不夠強 我們是數學不夠強 所以做不出 一台像人的機器 如果今天 沒有問題 人工智慧 已經人工智慧需要的那些數學已經發展完備的話 我們的電腦應該不會長這個樣子 我也是因為那一個我才叫這一個 因為機率統計在那邊非常重要 而且目前看起來越來越少 但那些都是未解的問題 人工智慧的理論根本就沒有建議 什麼叫做智慧 都搞不清楚 然而容易要把那些東西變成數學 各位能告訴我什麼叫智慧嗎? 但是有人曾經告訴你什麼叫智慧喔 各位知道 我們資訊領域公認的諾貝爾獎 資訊領域沒有諾貝爾獎 但是資訊領域公認的諾貝爾獎叫什麼名字 說他的等級就相當於諾貝爾獎 剛剛我們看到一個人叫修成童對不對 他其實 他之所以有名是因為 他曾經得過肺炎之獎 因為諾貝爾沒有數學獎 肺炎之就是什麼 就是數學界的諾貝爾獎 好 那資訊領域的諾貝爾獎叫什麼名字 華人之間只有一個人得過 兩千年之後邀騎智得過這個獎 邀騎智現在在當地的清華大學 他有一個非常大的計畫 他本來在北國的 維茨智更高的研究院 後來就挖到清華大學區 然後他又有多少錢 那資訊領域公認的諾貝爾獎 叫做圖領獎 Tu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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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計算機學家 但是他是第一代 基本上在他之前沒有計劃計劃 沒有電腦 那在他之後整個理論建立了 然後食物一開始有 那所以後來為了紀念他 弄了一個這個獎項 Turian 那他們那個年代 數學和電腦是同步發展的 你會看到他一步一圈的發展 而且通常數學比較快 電腦比較快 因為這個實作 你要等到那個電機體出來 那在真空管的時代 你要做出一台很複雜的電腦是很困難 那但是理論他們那時候就建立了非常的費 那時候也曾經問過不少問題 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智慧是什麼 各位 有人現在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那圖領曾經回答過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圖領曾經回答過智慧是什麼 圖領曾經回答過智慧是什麼 這件事情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那答案 答案 是 他說 智慧是什麼 沒有辦法直接告訴你 但是 我可以用一個測驗 這個測驗就是 假如你有一個層次 那個層次呢 你透過電腦 然後透過網路 跟一個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的 不管是人還是層次 進行交談 當你這個人呢 無法判斷對方 是電腦還是層次的時候 我就認為那個層次是有智慧的 好 那我這樣講 你一定會覺得很複雜 到底是什麼 我告訴你就是MSN 就是MSN或是Facebook這種聊天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判斷跟你聊天的 到底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層次的話 那個層次就是很智慧 他用這種方式來定義 也就是說 現在不是有MSN機器人嗎 Facebook我相信也有一些機器人 那 如果 你沒有辦法判斷 對方那個MSN機器人 到底是真人還是假的 是一個真的人在那邊打 還是一個層次在那邊發訊息給你 那那個層次就是有智慧 也就是說你判斷不出來 也就是說你每次拆大概只有50%的證據率 那這時候那個層次有智慧 圖靈這樣定義來 各位覺得這樣定義 好不好 沒有不好 沒有不好 那如果這樣講 最早的人工資會算是電話達錄機吧 不對不對 電話達錄機你都知道說 它是錄音的 如果當時並沒有那麼流行 就是沒有那麼普遍的話 有可能 那應該是沒辦法判斷 如果第一個人 他聽到電話達錄機的聲音 他說有一個人在裡面 對 有可能這樣 但是呢 當你開始跟他講話 你跟他講說 欸 那你可不可以幫我轉接XXX 就沒了 然後你就知道說 欸 廢人不是啦 那這時候就破崩啦 就沒有通過圖靈測試啦 但是 程式真的可以做到類似這樣的事情嗎 我有寫啊 我有寫 你去我的程式裡面走 你可以找到這樣的一個程式 叫ELISA ELISA 這個東西在1960年就被發生出來 那時候多少人認為它是真的 但是 他怎麼做呢 他做的方法就是問你 你說 欸 你跟他說你好嗎 他就說你好嗎 然後 然後呢 接下來你說 跟他說 欸 那你是誰 你說 我是 ELISA 我是 ELISA 反正中文 好 那 你說 那你幾歲 你是9歲啊 那 痾 你知道怎麼去金門大學嗎 他就說 金門大學 你從機場做機程證明去就到了 可能 你來找沒有這麼強 我現在講得太快 接下來呢 你就會說 問他說 那 那 你可能會開始覺得他自己人 你開始跟他說 你跟他說 那 我女朋友有決定跟我吵架 那 那 你女朋友會來做什麼樣子 那你開始跟他聊天 聊成這樣的時候 你就公慢覺得他這個人 但是 當你再多跟他聊一點 你就會發現 他其實不懂你在講什麼 他只是抓到女朋友這三個字 知道說 當你講女朋友三個字的時候 這個女朋友是一個關於人的名字 然後呢 當你講關於人的名字的時候 他就回應你 就是說 那請問他 那個人怎麼認 就這樣 他那些句子都是寫好 只是把中間的名字 連合併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覺得這樣有符合智慧的定義 但是很多人會要屁了 所以人工智慧到現在 到底是什麼 趕快清楚 因為 你連理論都沒有建立 食物呢 也做不出來 所以我們工智慧這邊 其實是有斷掉的 有斷掉的 你模擬也模擬不出來 理論也建立不了 數學也沒有 但是在很多領域 這個東西已經建立了 例如說力學是最明顯的 力學是建立的 再來呢 電磁學 其實理論也都建立好了 對不對 塔克斯會方程是 怎樣會產生波動 波動的傳輸形式 距離的關係之類的 這些動物都有 那 還有其他 像 生物 生物領域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生物領域 你看 他整個 從 達爾文開始 就在拆說 有一種東西叫做遺傳 那個遺傳 應該有一個東西叫做基因 然後這個基因會透過上一代遺傳給下一代 而且它還可能會造成突變的現象 但是 在那個年代 有誰看到 什麼叫做基因 有誰看得到這件事情 沒有人看得到 但是 但是 當你電子血環境出來 越來越 越好之後 你可以直接看到基因 直接看到基因嗎 其實不太行 可以看到染色體 你可以看到染色體 但是你看不到基因在哪裡 然後接下來呢 就開始出現一堆理論 什麼理論呢 說 像 Wasser和Raid 這兩個非常重要的生物學上的東西 他們告訴你說 基因 其實就是 就是 核酸 四種去氧核糖核酸 所組成的 分別是 ATGC 這四種去氧核糖核酸 會串在一起 他們串的方式 是雙螺旋狀 而且是兩條串在一起 當細胞分裂的時候 他必須要補充 這些是 他補充的時候 但是有誰看到這件事情 看不到 但是這個理由也沒有 後來正直 怎麼正直 現在生物科技能見悟到說 我給你一條DNA 你直接幫我定序出來 這到底是ATGGC還是怎麼樣 定序 什麼做 用電容法 有沒有人聽過 電容法 電容法 電容法真的很好 而且這個跟我們 當初發明這個東西的人 還是資訊領異的人 他發明了一個 叫做什麼 D 我忘記那個名字了 就是他可以複製 複製DNA 我們上次好像有 稍微抬不到一點點 對不對 兩條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張開之後呢 各自又複製一條 然後像拉鏈一樣 白色變兩條 那就透過這種程序呢 他可以做 Chrome 複製 複製呢 一條變兩條 兩條變四條 最後呢 就變成一大串 變成多少呢 好幾一條的時候 這時候呢 好幾一條的這個東西 那 你就把它切 切 因為很多條 所以每一次切都切在不同的位置 那不一定不同 有時候相同 但是因為太多了 所以你切的時候就 就 每一個切點都有 當每一個切點都有的時候 你拿出去 放到一個 一個玻璃膜片上面 上面鋪一點點液體 鋪一點點液體 然後呢 這些東西放上去 然後 通電 特性是 這些ATPC是有帶電的 它會受到電場的影響 和跑 那 跑的結果呢 你就會發現說 有些比較短 比較短的 跑得比較慢 比較快 比較短的跑得比較快 比較長的跑得比較慢 那 這個通電你慢慢通 讓它不要跑太快 那慢慢的呢 在這個 這個 這個玻璃片上面 就呈現出 最後你拿去曝光 你就會發現 它呈現出 一條一條的結構 這一條一條的結構 你從這邊 讀過去 整個序列就出來了 然後 是這樣做的 聽起來很神啊 啊 真的就是這樣 很神啊 那 首先 他們複製 那種複製機 現在 現在已經變便宜 多了 但是一台還是要幾十萬 那在很多生物試驗室都有 那複製完之後 你又定居的時候 要去做電源房 那 當科學發展到這個程度的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說 接下來又需要數學 為什麼 因為 DNA的 DNA 是由 A T G C 所組織的 但是DNA本身並沒有功能 它所有的功能是透過蛋白質 才有辦法去做的 但是蛋白質有二十種 那 這個 ATGC怎麼對應到那二十種蛋白質呢 同樣的 同樣的 就是 Buston和Clip 中間的那個Clip 那一刻呢 他後來把這個密碼表找出來 他就告訴你說 原來是 是三個字對應一個蛋白質 每三個DNA的字對應一個蛋白質 那三個字應該有四乘四 總共六十四種 可能 但是只有二十種蛋白質 代表有好幾種會對應到哪一個蛋白質 所以他們有一個 所以他們有一個 DNA對 DNA對應蛋白質的密碼 那個你在網上絕對得找到 那個表建立之後 整個基因工程的 基礎通通都建立網密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技術問題 你怎麼把他做的 序列通通都做出來之後 知道每一個DNA對應到 哪一個蛋白質 它的功能是什麼 那我現在講的二十種元素 其實是蛋白質的一個元素 就像DNA這麼長 那二十也是很長的 那其中的一個元素是 是總共有二十種 但是整個很長 那種變化外接 所以到最後我們會發現 這邊需要很多很多的數學 因為他不知道蛋白質的立體結構是什麼 那最後他可以說 把蛋白質結晶 然後去做那個 某一種儀器 或隔光隔道什麼 最後他可以知道蛋白質的結果 但是問題是 有些蛋白質沒辦法結晶 你要用電腦去跑模擬 去模擬出那個蛋白質到底 他的3D結晶應該是這個樣子 當3D結晶決定了之後 你就知道他大概有什麼特寫 非常多生物質的人 在做這樣的研究 那裡面怎麼真的多出去 好 我們三個方向來 可不可以學的我 你貼到啊 對 放聶 我給你找來啊 我給你找來啊 我給你想啦 我給你先 昨天就到全年了 放密 你已經找到白白了 不對 跟你說 要來的時候再白 中文字幕 李宗盛